大家也會比較關注 究竟LAMS基金一向以來的表現是怎樣加 又有些驚喜 原來擺牆也不錯 其實是一倍以上的匯報 Joanne 是呀 其實你看回這幅圖 我們先說一些近一點 年初至今大約我們的匯報是07.8% 指數佩時大宗說是8.1% 再拉長一點 靜立至今增長三位數字 這隻3073的ETF是134%左右 而佩時指數是147%左右 這個擺牆不需要短線 即是出出入入 其實都會有一個不錯的回報 如果大家想再看長一點的話 其實2016至2020年 其實這一隻都是高雙位數的回報 2018我們不計算了 因為環球股災 美股也跌十幾% 區內也不算跌得多了 這個圖可以給大家參考一下 不過我想更多人想知道 其實這一隻ETF更多的一些內容 包括他們很聰明的 會問那些管理費貴不貴價 追蹤不差 貴不高價 明白 我們這一隻3073的ETF 截至到8月27日 AOM大約14億港幣左右 而這個經常性開支的比率 每年就是0.48% 如果大家真的要買這隻ETF的時候 我們這隻ETF 200股一手 如果以大約52.5元 一股的價錢來計算 約10500元 就會有一手 可能大家都會問 有沒有派息 是的 我也很正常問 這一隻每年就是派息 其實是半年派一次的 但當然這些是由基因經理去決定的 排不派息 而可以給大家一個記憶 指數的股息率大約是2厘左右 2厘左右 OK的 可能大家也會問到一件事 就是你們說了這麼久 到底這一隻ETF 有多少隻股票在裡面 截至到7月底 是有962隻股票在裡面 而追蹤不差 如果用截至7月底 一年來講 是0.8%左右 0.8%左右 也要記住 你們有時會聽到一些 不經常性開支比率 而不是很高 不過其實隨著基因規模 會越來越大 其實相關開支比率會越來越低 所以大家要追蹤著 又或者學我們 或者多點上網頁參考一下 做多點功課